現在的民情或是現在的社會氛圍 要選民配票其實是很難去規範的 是不是要配票其實因為黨中央公開或私下 目前也都還沒有跟我們談過 但是現在有在約時間 台北市的各個行政區都會 依時辰來約說的議員 來談是不是要聯合競選這件事情 那原則上其實我們都是配合黨部的策略 他們覺得說怎麼樣是對大家有利 我們都原則配合 因為我們當然也是希望說所有的議員都能夠一起當選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黨上的策略我們都願意配合 那只是說在配票的過程中 也希望說整個配票或是整個規定能夠明確 因為配票其實有時候就是會擔心說 有組織票的人他可能會比較不會去配票 那空氣票當然比較容易去配 那或者是說如果有人違反規定喊告辭或是什麼 那導致說會影響說最後的結果 其實這東西很難去做一個分析說怎麼樣的結果是最好 那近幾年台北市的議員選舉其實也都沒有配票 有聯合競選但是也都沒有配票 因為早期可能比較容易去配票 但是以現在的民情或是以現在的社會氛圍 要選民配票其實是很難去規範的 那所以我覺得黨中央他們應該會有自己的考量 我們會不會去配票 好 我們先說我看